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很多社福机构募款都不如预期 而创世基金会10月份将举办爱永续同欢庆的园游会 希望借此筹目到更多经费 活动收入将作为植物人常年服务使用 也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创世基金会10月份将在花莲港亲子游戏区 办理爱永续同欢庆园游会活动 希望能募集到更多资金作为植物人到载服务经费 而永庆不动产花莲连麦区也带头响应 认捐新台币15万元的原油券 并认住10个摊位 期盼能号召更多企业及民众响应 共同帮助植物人到载服务 这一次因为我们是第二次跟创世合作 那我们永庆花莲连麦区 也是我们总部 我们永庆防重机团 我们有个爱圆满的一个接力 那花莲也是一个接力战 所以我们把这个爱传承下去 不管是关怀银法族或者是弱势团体 我们都有品质这个社会 这个做公益的一个态度 来来做一个爱圆满接力的活动 那他们首先抛转引益呢 帮我们扔够了15万的原油券 那也涉贪10个摊位 那其实对我们这场活动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我们原油券的一张是100块 那在10月24号来办理 那希望有爱心的民众一起来认购我们的原油券 帮助我们花莲在地植物人到宅经费的一个募集 那这场活动也感谢很多我们的共同的一个协办单位 像是新光照风农场 还有我们的光荣科技企业 还有我们的美轮饭店 还有很多那也提供了摩采券 当做我们当天一个活动的一个摩采 那增加这场活动的一个丰富性 那也很感谢大家 创世原油券10月24号礼拜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将在华联港清水油漆区办理 活动当天用美味的在地美食 和精彩的舞台表演 欢迎民众席家贷券一同来共襄盛举 而一张原油券就可以帮助植物人买10片尿布 还可以参加摩采 目前原油会摊位仍然持续募集当中 欢迎乡亲一起认摊 也邀请美食店家或公司行号捐赠产品提供异麦 共同帮助更多地方上的植物人家庭